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圣名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圣名之下 他一层别血宫廷 骨肉相残 一层儿与我诈血与星空 让我们翻开大唐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 王爵仁著作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鲜花遍地抽 龙争虎斗 济世修 抬头五月处 再看凉堂 进汉州 跟您续生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 话说唐朝 这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后院起火 勇王李林起兵叛乱 序院封关 大唐朝廷 心理战术 就在勇王彷徨无措之际 当天夜里 江北的官军点燃了无数火把 命每个士兵人只两具 一人拿两火炬 火把倒映在水中 一接为二 场面甚是壮观的 同时勇王麾下 已经被官军策反的一部分士兵 又举火呼应 于是那声势更显得浩大的 放眼望去 似乎正有千军万马渡江而来 勇王李林吓得昏飞魄散 连夜带着家属和亲兵 就逃出了丹阳城 第二天一早 勇王李林见江面一官兵也没有 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了 可是即便官军上位渡江 勇王也自知啊 守不住丹阳了 只好集合城中的残余步众 往南跑 在得知勇王顿逃 李城市立刻命令部将赵侃渡江追击 勇王仓皇逃至新冯 就是今天江苏镇江市东南方向 跑到这的时候 一看官军紧追不舍呀 就让他的儿子李畅 率领余下的这个步众啊 回头阻击 双方的刚一交战 李畅就被官军一箭给射在肩膀上了 栽落马下被乱刀给砍死 叛军当即是哗然四散 自己这个主将都没了还打个屁都跑了 至此勇王身边啊 就剩下一个部将高仙齐和四名亲兵了 他们拥着勇王继续往南跑 经过鄱阳鱼杆 企图呢从大禹岭逃往岭南 至得二年二月下旬 江西采访时 黄浮身派兵组结 在大禹岭将勇王擒获 随即在驿馆当中把他给砍了 然后把他的家眷押赴成都交由太上皇发落 得知勇王兵败身死的消息之后 诉讼心里呢自然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可表面上呢 他还是装出了一副痛失爱地的样子 这个政治姿态得做 是吧 这个戏得演 对黄浮身呢 不仅不加薄奖 反而训斥 你怎么会认你啊 黄浮身你干什么你啊 你既然生情无敌 你为什么不送到蜀郡而擅自杀害呢 你干嘛你要把他杀了 你留着他多好啊 其实心里想 哎呀你杀得太好了 所以黄浮身捕杀勇王 非但无功 反而有罪 诉讼啊 随即呢就撤出了他的官职 并且永不录用 当然了 对于勇王之死呢 诉讼虽然说是做了痛心疾首的样子 但是并不等于说 他会饶恕那些跟随勇王造反的人 勇王我可以可怜你们这帮跟随的人 有一个砍一个 来两个砍一双 兵变平定之后 以薛刘为首的大批勇王党羽 均被诛杀 其中一大名鼎鼎的人物啊 差点被砍了脑的谁啊 就是李白 没有人会否认李白在文学和诗歌领域的才华 独步古今无人可超越 可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 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典型的低能儿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 李白正在庐山隐居呢 勇王李林入驻江陵之后 向他发出的邀请 李白欣然接受 出任其仗下幕僚 在当时的李白看来啊 这无所谓啊 勇王李林既然是李唐的亲王 又是封江大吏那头的他的麾下 定能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报复 更能够救黎民于水火 挽国家于威王啊 这是好事啊 是不是啊 马上李白就写诗了勇王东勋歌 哎 世界君王御马鞭 只会熔炉坐穷颜 南风一扫 胡沉静 是西路长安 道日边呢 你还写的多有气势 但是呢 这只是一个诗人一厢情愿的政治幻想 当勇王李林自江陵引兵 东下去割据江东的野心 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 单纯的李白还沉浸在美妙的幻想当中 不可自拔呢 直到勇王兵败了 李白被宿宗朝廷判处死刑 这李白才大梦方醒 后悔莫及啊 所幸的是呢 有贵人帮他 谁 郭子怡 多方营救这李白呢 这才免于一死 被流放的夜郎 就是今天贵州的同志县 勇王兵变虽然说 玄起玄灭 没造成什么大规模的叛乱 但是啊 从另一个侧面呢 却表明了 宿宗的权力基础呢 其实并不稳固 再加上此前的剑宁王那件事件 更足以让宿宗李亨啊 产生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也许呢 正是因为这样的危机感 宿宗李亨才会迫切的渴望 克服长安 希望凭此盖世功勋 巩固自己的天子大权 事实上早在剑宁王死后不久 也就是智德二年二月十日 李亨就已经率领文武破关 进驻凤翔了 这地方距离长安仅仅三百来里 且江淮财富 皆急距于此 无疑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前提指挥部 同日呢 郭子怡奉诉讼之命 率受防军从落脚 就是今天陕西赋县出发 进逼何东郡 今天陕西永基市 同时另遣一路攻击冯义军 今天陕西大理线 两路唐军与凤翔的诉讼朝廷 是遥相呼应 至此 对长安形成了两面夹攻之势 帝国反击战的序幕 就此 拉开 智德二年二月份 唐素宗李亨 将临时朝廷签了凤翔 正式打响了收复长安的帝国反击战 二月十一日 郭子怡率部进离何东城下 此时驻守该城的是燕军 削将崔前右 他做梦也没曾想 说唐军来得这么快 那就已经摸到他眼皮的底下来了 而更让他没料到的是 郭子怡早就在何东城当中 找好了内应了 这内应是谁呢 唐军内应名字叫韩民 时任燕朝的何东私户 他一见唐军兵制 立刻率众击杀了守卫城门的一千多名燕军 并且打开城门迎接唐军 崔前右突然从梦中惊醒 来不及组织防御 只好从北门翻城而逃 随后崔前右驻进了 驻扎在城北的燕军大营 说好听是驻进的 是难听点的 跑进去 即刻组织兵力 对唐军发起反扑 郭子怡率部迎战 大败燕军 斩首四千级 俘虏五千人 崔前右一看大势已去 只好带着残兵逃奔安逸 今天呢 山西运城是东北方向 安逸可没有驻军呢 当地老百姓一看燕军败逃至此 于是呼呢 赶紧开门迎接这个燕军 正当崔前又庆幸自己命不该绝的时候 城门忽然被关上了 燕军顿时被结尾两断 已经进入城门的燕军 全部被老百姓活活的给打死 崔前右走在队伍后边 尚未进城 侥幸又逃过了一劫 他带着剩下的数百名残兵啊 拼命的逃窜 最后从白净岭 就是今天运城市的西南方向 从这呢 渡过黄河一口气跑回洛阳了 宿宗抵达凤翔十天之后 拢右河系安系西域的兵马也先后抵达 与此同时 江淮的钱粮物资也陆续运敌 长安市民听说宿宗铸必凤翔 那更是络绎不绝的前来投奔的 一时间宿宗朝廷那叫个群情激愤的 李璧趁势呢 向宿宗重申了他此前提出的战略 要求集结重兵 指导燕军老朝泛阳 可是李璧的提议却遭到了宿宗的否决 宿宗就问他 说如今各路大军云集 钱粮物资都有 应该趁士气高涨之境 克服两斤啊 岂能长途跋涉数千里去取泛阳啊 这不是绕远了吗 李璧听完之后一愣啊 他清楚的记得去年冬天 宿宗在听到这项战略的时候 连连称善呢 怎么这就出尔反尔了 什么情况啊 李璧很坚持的 这以现在的兵力啊 克服两京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哎 这个事咱们办得了 可这么做的话 叛军势力迟早会转弱为强 我们也会再次的陷入到困境当中 总之呢 这件事啊 并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这时候宿宗李亨淡淡的看了李璧一眼 爱琴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李璧华你不知道吗 我军现在主要依靠的是西北边塞于诸湖之病 他们生性耐寒而未蜀 倘若是趁他们士气正盛的时候 攻击叛军固然可以战胜 但是问题是眼下时间已经木春 春天快过了 就跟现在似的啊 春天马上快过去快夏天了 克服两军之后 气候也已转热 我军中的西北将士必定难以适应 到时候归心一动 就是准备回自己家乡的这个心了 哎 恐怕难以挽留 而叛军逃回泛阳之后 必然会立兵莫马 等到我们西北军撤离中原 他们必将卷土重来 如此这场战争就永无休止了 臣认为 应把兵力投入到燕照的寒冷之地 扫荡叛军的巢穴 令其无路可退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祸乱 宿宗闭目不语 梁九他才缓缓地睁开眼睛 说了一句话 哎 朕急于赢会太上皇 所以 不能听你的策略了 你不一听这话完了 在心里默默地一声叹息呀 这是深谋远虑的一声叹息 同时也是历史性的一声叹息 不久之后 虽然两经顺利光复 但是中宿宗一朝 唐军一直未能克服河北诸镇 甚至在此后的150来年里 中有唐一代 河北诸镇始终是强翻歌剧 长期脱离中央 激化成了这个画外之邦了 所有的这一切 追根溯源 必照始于河北诸镇的首开叛乱和长期割据 也与宿宗李亨拒绝采纳李弼之策 不无相关的 纵然李弼之策锐质且富有远见 但是呢 天子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更改的 数日之后宿宗命官内节度使王思理率部进驻武功 今天陕西武功西南 丁马使郭英义进驻武功东郊 白水军使王难德进驻西郊 随时准备对长安发起进攻 2月19 驻守长安的燕将安守中主动出击 郭英义率先迎战 结果在激战当中被一箭射穿脸颊兵败而逃 王难德眼见郭英义败退 不敢发明救援 即刻率不惜逃 王思理剑左右一接走 也只好退手扶风 安守中乘胜西进兵封直抵太和关 就是今天陕西奇山县北边 此地距离凤翔仅五十里 宿宗朝廷文报大为阵恐 即日宣布全城戒严 就在关中唐军出战失利 宿宗朝廷人心惶惶的时候 一则捷报从太原传到了凤翔 顿时让宿宗李亨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自从扫平河北以后 史思明的目光就死死的盯住了太原 他之所以盯住太原 原因有三个 首先这里的首将是李光碧 这是史思明最恐惧也最憎恨的天敌 所以他无时无刻不想消灭李光碧 其次河北燕军连战连结 士气正盛 如果能一举拿下太原 就能长驱直入朔方河楼 与关东燕军遥相呼应 对宿宗朝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史思明得到情报 说李光碧麾下的精兵都留在朔方 他带着太原的士兵不满万人 而且大都是团练和义勇 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了 那史思明想 如此的天赐良机 岂能错过呀 至得二年正月 史思明自柏林出兵 蔡西德自太行出兵 高秀岩自大同出兵 牛亭介自泛阳出兵 共计十万大军以雷霆万军之势 朝太原这就猛扑聊过去 战报传来 太原猪将大惊失色 纷纷提议将城墙加高加厚 以此抵御史思明的十万大军 李光碧却摇了摇手 各位 太原城的周长足足四十里 叛军转眼就到 我们现在筑墙不但来不及 而且还没和敌人交手 自己先了个万死 这事不好办 随后李光碧啊 率领部众和百姓 在城墙四周呢 深挖壕沟 同时又命人制造了 数十万个土砖 也没有人知道 这土砖呢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直到燕军开始四面围攻 城墙屡屡坍塌之时 众人才发现 这些土砖的妙用 怎么用呢 燕军每次啊 攻破一处城墙的时候 李光碧就命人用土砖 把这个圈口给堵上 令燕军是无忌可施啊 为了加大工程力度 十四明派了三千人回河北 搬了工程器械回来 当这支运输队带着器械 行至广阳 今天山西平定县的时候呢 用兵如神的李光碧 早在此地设置了一支伏兵 结果三千燕军被悉数歼灭 所有工程器械被复制一具 全烧没了 十四明的十万大军围着太原呢 那叫日夜猛攻 一直打了一个多月 可是太原城呢 依然是窥然不动 说实话 这有点出乎十四明的预料了 根据战前得到的情报 太原守军不但人少 而且没什么战斗力 十四明本来想一战便肯拿下太原 没想到啃了四十多天了 还啃不下来 这别是块化石 别是骨头啊 是吧 随后呢 十四明亲自挑选了一批精锐 组成了一支油漆兵 叮嘱他们 我军主力攻北门 你们就去南门 攻东门 你们就去西门 一旦发现薄弱环节 马上给我攻进去 可是十四明的如意算盘呢 很快又露空了 为什么 因为李光碧的军令 异常的严明 不管有没有敌人来攻 也不管白天晚上 每个守城士兵的神经呢 都崩得紧紧的 每一段城前都布满了岗哨 巡逻队也是到处的巡逻 所以十四明的油漆兵 根本找不着机会 十四明无忌可施 只好一边继续强攻 一边派人的天天的城下的叫骂 企图你叫骂来激怒李光碧 逼他出城决战 可是呢 让十四明十分纳闷的是 他派去打口水仗那些士兵啊 不但说没有把李光碧给引出来 反而一个个的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那么十四明手底这帮人究竟都去了哪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那些人 那些人 用这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